如果你有買貝多芬的32首鋼琴奏鳴曲的話 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在古典樂曲的標題當中,我們常常會看到OP、NO等等的英文縮寫 那實際上它所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讓我們今天一起來了解吧! 在上部影片中,我有提到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 那我們這次就還是以這首歌為例子吧! 其實月光奏鳴曲只是這首歌的小名而已 如果你去參加音樂會的話,上面的節目單一定不會這樣寫 這首歌曲的完整名稱是 貝多芬 聲 C 小調 第14號鋼琴奏鳴曲 作品27 第2號 Beitofen Piano Sonata No.14 in C-Sharp Minor Opus 27 No.2 前面聲 C 小調是曲子的調 我們在標示古典樂曲的時候,通常都會標示調寫 只是你可能會有個疑問,就是為什麼會有哪個Number? 也就是兩個第幾號呢? 前面的第14號,是指這是貝多芬寫的第14首鋼琴奏鳴曲 如果你有買貝多芬的32首鋼琴奏鳴曲集的話 月光奏鳴曲就是其中的第14首 那在說後面那個第2號之前,我們應該要先了解什麼是OP OP 是拉丁文 Opus 的縮寫,是作品的意思 在很久以前,作曲家們喜歡把作品掛上作品編號 也就是所謂的 Opus Number 作品編號通常可以看出作曲年代的先後 一個編號可能只派給一首曲子,也有可能只派給一整組作品 如果一個OPUS Number 裡面不是只有一首曲子,而是一整組作品的話 像貝多芬的這個OPUS 27,就是把兩首作品編號當作一組的 而月光作品編號是這一組的第二首 所以你在敘述曲目名稱的時候,就要說它是作品27的第二號 也就是OPUS 27 No.2 這就是這邊這個第二號的由來 但是要替每一個作品都編上編號,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有些作曲家,他們在作曲的時候 並沒有習慣說要把每一個作品都編上編號 或因為作品數量真的很多 有些曲子寫好了沒有馬上出版 後來寫的曲子卻先出版了 所以就造成編號比較混亂的一個情況 所以後來有些人就替他們的作品編製目錄,重新編上編號 以莫扎特為例,莫扎特在世雖然只有35年 但是他的作品卻超過600件之多 在19世紀的時候,有一個音樂學家寇海爾 他替莫扎特的作品編了一本目錄 這本目錄叫做Khilvusignes,意思是寇海爾目錄 縮寫為KV或是K 雖然寇海爾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一個替莫扎特編作品編號的人 但是這本目錄已經成為最具有傳威性的代表囉 你現在看到幾乎所有人提及莫扎特的作品時 都是用這個KV作品編號 不然莫扎特的作品這麼多首,而且很多都沒有曲名 還好有這些作品編號,讓我們可以很方便快速查閱 還有標示作品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是巴哈 他的作品編號是BWV 這是德文Bach Werkvusignes的縮寫 中文的意思就是巴哈作品目錄 這個由Wolfgang Schmidter所編列的巴哈作品目錄 第一次出版是在1950年 第二次出版是在1990年 那不就在我出生那一年嗎? 其實是一件很蠻近期發生的事情 另外我快速列出幾個比較常用的 是由別人幫作曲家編號的目錄給大家看 像史卡拉蒂由L、K、P 分別是指這三個人所編的這三個目錄 而海盾一般是用Hoguken的目錄,簡稱為HOB 舒伯特有Deutsch編的目錄,簡稱D 李斯特是有一個S目錄 而德布希是有一本L的目錄 另外還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就是有一些曲子是在作曲家死後 別人才幫忙出版的 那這些作品會被標示為OPPOSTH POSTH是Postumous,死後的意思 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蕭邦的幻想即興曲 他的作品編號是OPPOSTH66 聽完了這些是不是對古典樂曲的名稱有更多了解了呢? 每一個偉大作品都應該像我們人有身份證一樣 能被編上編號,這樣就可以很方便的區別每個作品 下次選曲子,即曲目名稱的時候 不妨連他的作品編號一起記下來吧! 以上就是我這次分享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的話,歡迎幫我按讚、分享 那也別忘了訂閱我哦! 我是檸檬卷,掰掰! 前面的這個第14號 前面的這個第14號 哈哈哈 14號 可可又不善你 這樣很可憐 可可又不善你 很可憐